42. 《蘋果日報》 高雄氣爆死者家屬獲賠299萬 2015年7月18日兩岸要問A.20日 台灣高雄的氣體爆炸事件發生近一年 高雄市政府與被指涉事的李掌穎發工 華雲倉處昨日公布 將開始與32名死者的家屬進行和解 每人賠償1200萬元新台幣 但分析認為廠商迅速和解 賠償是為讓被起訴的廠商負責人獲取輕盤 高雄市法制局長許乃丹指出 這次的賠償最遲分4年支付 由李掌穎發工先行支付 在訴訟結束後 再由市政府 李掌穎發工及華雲倉處三方依比例負擔 去年7月31日深夜發生的氣體爆炸事件 造成32死、321傷 當局調查指示運送兵器的管線不當藏在地底水管中 管必由外向內腐蝕、邊駁 無法負荷管內氣壓力引發洩漏、爆炸 十二人事後被控業務過失致死罪 分析認為這次和解是要展現和解賠償成意 有利於刑事判決結果 被告或可或輕判或緩刑 臺灣《蘋果日報》 郭忠祖 郭忠祖